第十一屆廣州國際藝術博覽會於06年12月7日隆重開幕 藝術家鍾小優獨具一格表達自己的藝術觀 作品的特色主要是用了19世紀時期的維亞納風格 以及用了中國畫的線條 用了一些比較西方式的構思來構圖 主要是表達一個平面的空間構圖 不是注重立體的 但主體裏面是將它匯磨在畫面混而為一 希望帶給人一個和平和美的感覺 希望帶出這個感覺 還有我本身是讀西方音樂的 我用了很多西方音樂形式的作曲技巧 叫做Counterpoint的對位法 來將顏色的色彩交叉配置 希望帶出一個像序事詩或夜曲的古典音樂的效果 而最近這一幅呢 因為我在北京藝術佛藍會 拿到一個金獎的 他們的評審的結果就是 主觀就是 這個從未見過 有一個用西方和中國技法 混而為一 來創造一種比較像壁畫 又像西方油畫的畫 是未見過之前 所以他就給了一個金獎 大會頒發的金獎給我 就是這樣 而這一幅作品呢 我用了一些比較古希臘 羅馬的一種圖騰 就是民族的一種代表的特色 來描劃出來 那你看下去也有東方的美 也有西方的一些希臘文化技巧 而蘋果的空間 我有一種敦煌壁畫的那種 紅黃藍 那種構圖那種素材 你會看到有一種壁畫的感覺 但是你會留意到 你細節留意到 我用了很多金獎 為什麼我要用金 因為金相傳在我們東方 中國人帶出一種神秘 一種懷冕歷史的感覺 所以我用了很多這類的感覺 而這一些 這個構圖是用了一個 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 我們上海的舊風情那種文化 雖然用了西方的技法 但是整個文化背景 因為藝術品最注重文化背景 如果脫離了本身的民族文化背景 藝術品就不會一種 可以令人心惡人常的背景 我用了很多我們中國本身的文化 或者衣術品裏面 都是用了我們中國很新的 本身的一種花紋 圖騰來做出來的 它裏面還有一種 我們中國古典浪漫的風情 也有西方的一種風華在裏 大部份是這樣 那這一幅呢 這一幅呢 都是一種類似 是我們舊上海的風華那種感覺 比如一種流金歲月那種感覺 但是呢 你看到呢 我是用的色彩 用的色彩 都是中國民間的色彩 就是紅啊 黃啊 藍啊 再加一些西方的比較一些 現代的點線面 來到鬼圖一的鬼制而成 就是大部份都是這樣 那你看上去既有一種 中國東方的古典味 又有西方的一種繁華的 一種桂麗的感覺 在這裏